接下来让我们欢迎Edward Gaming 上单Flandre 打野杰杰 中单Scout 下路Viper 辅助Mako 主教练Mokai 再次欢迎Edg 乐福兰乐福兰那不拿葛温 觉得是有可能第三手拿杰斯的 那Edg这里直接拿那什么不行吗 直接拿威股斯行吗 威股斯最近胜率高 狐狸最近胜率比较低 狐狸打乐福兰主要是要 打那个W 或者你要判断住那个W的位置 真的是狐狸啊 基于狐狸啊 我觉得有资讯就选 反正狐狸打乐福兰也是觉得可以打的 主要我觉得威股斯其实和人马有配合 之前我记得青冈也都选出来 康特达尔的呀 但那也叫兄弟 对 就一般情况下 那么青冈也是中路卡牌 但我跟你说这种对面的中也是 乐福兰扎盲松 你要选 这一定来上路的 所以这把看山长哥抗压了 你拿个大尔就对线一要小心 现在下路线圈感觉太重要了 直接攻 漂亮 现在这也是泰坦的一个 不怪为什么突然就拿狐狸开了个刀 哎呦 这被勾到了 但只能打 对 奥菲罗斯比较远 跟不上 而且Betty已经回家了 这一波Maker就是把你逼走 然后把线送进去 看那个河蟹的争夺 小号往后靠了 Viple是四级先打一波小号 这个只不是很理想 只是打Maker Maker这边顶了很多的伤 还是你血量有点低 Viple闪用了A一下血量好像挺尴尬的 A不死 而且这一边 Viple的身上是 两边的AD带的都是净化 所以这波也没有去打到底 太断了 达成是被R型的躲了 我都在这边打一个被动 这么大运气不摧取的 又勾到了 红白刀打一套 金斯给个夹子 但是还要踢上去 再推 河蟹今天面对 再递上来再摔一下 再递闪了直接 这波确实打了打到 有机会单吃的 想捡一下这个房子 没捡到 这波不走的话 可能会被动哦 这波感觉要被动了呀 反正W 但是他们很稳 并没有选择上 但其实ZDG是没有闪的 对 他这都没选择动吗 刚才在塔下 有一个瞬间是可以闪现拍的 对他先出青光影 我以为会围绕青光影来有一些战技打法 有机会的 但这波打不到晕两个 还果然听一波漂亮 这波实际上 跟W先晕了两个 自己闪现拉出来 这波中路的对抗 其实ZDG的反应很快了 他老人第一先就给E 直接闪现啊 进到中心 然后再接一个EQ 这波确实伤害硬吃了 对 来了 下半区 狐狸大招马上就好 还有点燃 这波一都没得到 狐狸过来 他又被打进去了 这波有一个TP SCOD这边自己挺危险的 没有闪现的SCOD ZDG的进场 一踹谁 踹了一下Mako 一个打着扫一下 这个C1狐狸 中了SCOD这个二技巧 人带走了狐狸 ZDZ的支援 有谁也别想狐狸了 这波 这波EQ的乐塔 我觉得有点糙 很糙很糙 四个人音乐这一波 看这波EQ的乐塔 四个人 首先四打二 但是 没勾到 AR的这个TP很快 狐狸上来就把两段R交了 球狸这大招啊 真的是SCOD EQ呢也成功拉到 然后SCOD这两段R 一开始交的就知道了 而且球狸这波有个秒表的 结果秒表很关键 还是有机会的 小号有6 有这个R 三个直接往后拉 击回来 但这两个的伤害 有点不太够 得等击个资过来 最后还是二段的Q秒掉了 差一点点变大 就全技能 直接想开 被VIPER的一个狂风 躲掉 打了一套 球球 反正这一切 就是状态 嗯 当青冈以为是被中路这个边线吸引过来了 给大招 想动小号 直接叫闪现 很果断 不给人马开大 或者说 这边没口接技能的机会 而且你看他这边 是哎 这里SCOD又被搞 这一波就看两边的先手了 你看 这是我说 先消耗一波 金额斯给大 这是我说 AL好打的原因 乐佛兰可以过去轻轻松松 投掉你CV的血量 不想轻易的直接变大 还是想边打边打 哈哈哈哈 直接闪现给R 收到了一个MACO 对 WIPER的精华被交掉了 这波已经在拉扯 想踩WIPER就闪现 恐惧了一下 乐佛兰这里 SCOD就死了 哦 SCOD跟MACO都倒地 这里又救了上来 小号有机会吗 拍三个 但你们的话 伤害不太够啊 WIPER这里 这波打完 感觉AL还可以继续追 EDG这把 下一个减速 WILL 波子 你是怎么认为 你是怎么会觉得 EDG一波能开龙 这波主要红利 没有做啥事 直接被秒了 看这波球球的开团 他俩还比较漂亮的 计划先逼了出来 哦 一闪是撞到了 SCOD直接给大 说实话 这一波WIPER已经做得很好 WIPER这里 用闪现拉开了 乐佛兰第一段的伤害 如果他能用闪现 拉开乐佛兰 这个W的伤害的话 他可能直接被秒了 这边视野有有优势 乐佛兰给到的压力就会很大 你看 EDG必须得先手了 我觉得他们反手是打不了的 路纪OK的喜欢 瑶瑶先手 想动Forge 但是这边没有踢到一个很好的角度啊 这波其实没掉下来 小于曼 没有压到 好的起身 ZDD要进场吗 算了 吃了个泰担蛋 打得很漂亮 这波拉扯完以后 人马没大了 杰杰来了 看下这有没有机会 这波可能想尝试抢罗 菲勒兰给大招 ZDD直接往后拉 这一波其实是把 D2给吓了一跳 TDG没有抢的这个龙 AL拿到了大龙 姐姐也瞬间被秒掉 AL伤害太高了 这AL打呢 反正继续开 继续开继续留人就完事了 但是后面有能留的吗 ZDD给大招 炸得非常的不错 那里面的话 被迷惑了一下 球球应该是要死了 想拉扯一下 但是清晨也还是坐了出来 外伙也倒地 这波Mako跟Skall的两个人 是没有伤害能力的 只能往后拉 没有听到小号 一波一换四 想抢罗 500起 善慢的呀 但自己又跑不掉了 你看球球这波开团 真的是有点疯狂的 这个时候只要留人就行了 你看金克斯 首先大招 然后球球找到一个角度 闪现翼 直接进入人群 哇 他仿佛跟那个导弹 融为了一体 是 带着导弹过来的 是的 而且卡米尔过来 又直接留住 外面没有任何操作的时间 他们就围绕着冰过来推进的 准备上了吗 这一波一勾没勾到 哇 又破掉了一座梅亚塔 哦 大招也空了 现在已经没有防止手段了 想拍完来 如来神场被定了一下 好像 你这边拍出来 圆满也没有冲到 尼涵你在对前面 那只能往回拍 我这金克斯大招配合 勒布兰的伤害 直接表到三个人 太爆炸了 人马溜了 人马溜了 这个时候正面绝对能够过了 15比2 我的天哪 爆打 这把AL可以说是爆打了一击机 这节奏 这场比赛开始前 你是觉得没想到的 乖乖 东部强队 不要选狐狸了 哈哈 这东部太猛了吧 这AL 队伍遇到绝境了 芒特勒夫兰呀 就那种 这把芒特勒夫兰笑话打出来了 双C啊 这把AL的双C表现出彩 哎 这把一笔前期的这个运营呀 节奏 包括低条先锋打了 没问题 没有 或者这拿到这种 他擅长的英雄的时候 他打的真的挺自信的 这把比赛 他主要作用 想想于狐狸大太多的 成几何倍数 吞架